国语有生善书 触道轮回记 主诸先佛为济公活佛 第十八回 法师滥蛇会圣舵触道 妈祖婆心拜神用素餐 济公活佛将 诗曰 轮回几次妇人身 手握力刀怒木琛 触道哀生贫教苦 餐中血肉暗伤神 幼诗 动物同人有感情 机能抱小犬乌生 杨之贵乳鸦反补 世上为人应自经 圣世 金姬报小 天地开态 圣德堂应运而立 随之奉旨著作触道轮回记 作为普渡三曹先生 岁月如飞 著书至今已近一年 这新的一年 圣德新的使命 新的作风 新的著书 作为宗教革新的第一步 虽然新旧的交替 难免有所阻碍 以激而论 公积会提 作正义的呼声 难免风雨如会 几乌不已 母积会生诞 而产生新生的一代 此为天地造化自然之礼 今日为人父母者 以前也是为人子女 今日为人子女者 后日亦为人父母 自古至今 道统为戏 由此生生不灭之际起 才能达到普渡众生之使命 故老纳在此呼吁各宗教 各鸾堂 应该抛弃私人之鉴 以广大胸襟 慈悲心怀 团结合作 不可见人之诚 其愿度之心而悔之 大道士志工无私 上天需要有道德 有善愿的众生 共福道业 但观今宗教 各言己是人非 公结不息 已经丧失宗教精神 离开真理的阐述 皆是走上末路之途 也是圣门不幸 故老纳寄予众生 修道半道应本此公道之心 何患唐运不幸 众生难度 在《畜生轮回记》中说了这些话 是为了防止众生也在不知不觉中 步上了违背人道的路而走上触道 那岂不是五人物己吗? 一年来 老纳与贤徒杨生畅游人间访问触道 为生灵开启了一线生机 也为众生阻塞了一条恶道 可谓苦口婆心 费尽唇舌 圣笔汗水 使沙盘结晶 诸生心血 令宝点生光 心或摇持老母意识 本书定在明春圣德杂志创刊一周年时 著成缴书 老纳无限欣喜 天下众生 又有一本揭开触道真面目的宝书可参读了 天地玄机寄现人间 已有遵循之道 触道虽然在人之左右 但能视其心声 了解其道者甚少 人与人之间 同类言谈容易 尚少有之音 遑论触道 有言宁度禽兽 不度是人 即愿救以虫 不可救人之言 从这些话 可以获悉人性的险狠 与恶制 将原有的本性蒙蔽 不堪使用 所以触道轮回记之著作 有振起人类灵性清醒作用 古云 以见为静 可以知古今之兴衰 以心为静 可以照人之善恶 老纳曰 以本书为静 可辨别人处之不同 扬声准备上连台 尊命 听道恩师传来上天的喜讯 知道触道轮回记忆书 明春就要筑成缴书 又了一件心愿了 新的道徒 新的宝典 即将告成 愿师徒同心协力 再创更高的佳祭 使三界圣神仙佛有更深的期许厚望 那么我们付出去的心血 也就成了无价之宝 今夜恩师为何带我到此荒野的深山呢 前面又一个山洞 洞边杂草蔓延 觉得有些阴森可怕 这里有地狱景象 你敢看吗 敢看 为了著书采取资料劝识 雨云 不入虎穴 焉得虎兹 既然如此 我就带你往洞内一瞧 哎呦 里面有条大蟒蛇 还有山鹿 山羊 山猪 野狼籍各种兽类 看来有些害怕 为何他们聚合移动 不会互相残杀吗 你有所不知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聚会 我赐你一粒通灵丸 服下之后 自然可以听懂他们在此聚会是在谈些什么 不必再让他们化为人形对话 以节省时间 这里通灵丸服下吧 感谢恩师 服下通灵丸 感觉双耳鼓动 有一种碰碰声音 等一下你就可以听到触道的言语了 果然不错 双耳如瓶塞开通 已听到山洞里面动物的言谈 今天我们找到这隐蔽山洞 分食这只野雄 我们前世都是黑道的兄弟 虽然转生不同行区 但我们结义精神不灭 有福同享 赶快分食吧 蛇老大计较我们分食这只猎物 大家用吧 我前世一替老大卖命 今生转世为山猪 活得不很痛快 猎人处处不下陷阱 又没有为人那么吃香 那得吃喝嫖赌样样方便 只有在山里吃草根 树皮的粪了 难得今天有此丰富大餐 感谢老大 今日赐我们兄弟有此盛宴 但我觉得还是吃草好 山熊肉我不喜欢吃 我与陆哥相同 吃惯了野草 不愿再伤害同类 而且我对昏肉已经没有味道了 你们要反叛前世结义誓言吗 有肉吃肉 有菜吃菜 有酒饮酒 要杀便杀 要打便打 如今你们却吃起素来 不愿给老大面子 恐怕你们要遭殃了 你们都是叛徒 有肉不食 还说了这些风凉话 如果不服从老大命令 今天别想逃出洞外 我先把你们宰了 再吃掉你们身师 救命啊 我们已经改过自新 吃素草修行 怎么说不与你同吃肉 就说我们是叛徒 还要吃掉我们呢 不要再露苏 我先吃掉你们再说 想不到转过一身 就变化那么多 恩师你快救那些山羊 山路 这些地头蛇想逞凶了 已经张开口 吐出毒蛇 想进攻善良的动物 今日来到正好 地头蛇不知悔过 还想逞凶开毒口 屠腐蛇 不知此山洞上一块岩石即将崩落 如在内乱者 一触动的话 立刻被压埋此黑洞 万年不能超生 我施佛法 制伏这只蟒蛇混物 但见恩师念动真言 用葫芦内的九王蟒蛇身上一波 蟒蛇立即伏在地上不动 混物各个吃惊 毒蛇已被我制伏 命其他兽物速速出动 各奔虔诚 好好修身度日 来世才能复转人身 现在特为你们施法点化 以改变习性 这些动物 听了恩师施法点化 各个点头感谢救命之恩 各奔向洞外而去 这只蟒蛇凶恶无比 前世结党成群 结拜黑社会兄弟 专门鱼肉相邻 欺武善良 奸淫强骗 杀人害人 极重恶于一身 罪恶满盈 死后全部转世 身山为禽兽 有者知修善道 有者尚痴迷不悟 因其恶气甚强 精灵不灭 今日以猎物召集救恶 在此分时 因有不实者 故激怒蟒蛇 现实世间社会 亦有此种现象 自物物人 害人害己者甚多 如不早日回头 触到轮回路上有一份 我献客请玄天上帝 将此恶蛇收回 恩师念动真言 向北方一招 玄天上帝果然由天而降 一身威武 令人起敬 感谢寄功活佛照我来 此蛇请你收回为角力 以免再遗害人间 我即度回北极 加以刑罚 然后冲为兵将 这里已办妥了 我们再往他处吧 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启程吧 星之所来 特寅一诗 为渡世人日夜忙 云游三界造瓷行 鸾门谱种菩提树 圣德心成选佛长 寅师中 不觉已到了北港镇 到这里 为什么突然闻到 鸡蹄声音 请问恩师 鸡是报小 为何这只鸡雀报夜呢 其中必有缘故 我们顺道访问他 以探个究竟 这是林家饲养的鸡 我们走进鸡舍吧 这家屋后 建有一小鸡舍 里面养了十几只鸡 恩师啊 我们夜里悄悄来到人家鸡舍 一旦被人发现 一定喊贼 说我们在偷鸡摸狗 那就惨了 你忘记我们是法身来到这里 他看不到我们 放心吧 这只公鸡又在提了 感觉怪怪的 但他的提声像很痛苦的样子 好像喊救命啊 你刚才在山里吃下通灵丸 要力未退 所以已听懂鸡叫的声音 他的确在喊救命 我先为他点话 然后你再访问他 雄鸡 雄鸡 你为何夜提 是否心烦意乱 痛苦沉不住气 谁叫你前世乱提 出口都是毁谤言语 自以为得意 得人食粮 忘恩负义 如今危机 痛苦哀提 今日特来度你好好诉说过去 这只公鸡听了恩师说法 已经停止提叫 若有所悟地低着头 杨生你可开始访问他了 请问公鸡 你为何转身为鸡呢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我前世是一位出家人 人称我为某某法师 因多读了一点书 讲经说法及提笔 著作一些批评外道的文章 当时觉得自己是为正法护教 所以文笔充满理直气壮火药味 凡是其他宗教的神圣君被我贬值 教人不可信 不可败 还有排斥鸡堂扶鸡 军系邪魔鬼怪伏笔的 唯有信我的教才是正教 一生中虽有修行 念佛 只因刀比太力 杀气重重 也犯了佛家第一戒 杀 去世后 才知佛法之大 无所不包 绝非不同颜色的人 即能忽为魔鬼 不同的宗教 即称外道邪魔 但后悔已太迟了 眼见许多高僧大德 因有高度涵养 他们都觉自行 己非已来不及 因有时间凭人是非 所以都能往生西天佛国 我因杀争气太重 故堕落鸡身 日日在此呼叫忏悔 因善根未免 知道既佛路过 故夜提求救 今天已道出前世罪过 既往世上各宗教人士 要由广大兄弟对待其他宗教人士 若犯了毁谤 公结的罪行 以离佛陀教义 这些都是自私的说法 将来一定堕落三恶道 我已说完前因 求祭佛相度 善灾 迷途知返 尚可就知 以前是大多受到外道人士供养 却是恩人为魔 口喜乱提 今是有机会让你发挥长处了 佛性平等 各宗教无非教人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当给予同等尊重 何况出家以慈悲为怀 对之蚂以上欲放生 对于他教的人类却口诛笔伐 有失佛门风度 愿世上佛门子弟深思之 今日的世界 宗教与学术已进入一种交流 亦时代 已非昔日专制 自居于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优越感的时候 故当互相气搓琢磨 共勉提高人类精神信仰而努力 以以之过能改 三日内当会自闭 主人不敢时 而急于抛弃 免受刀山 游锅之行 并能复转人身 有缘再进入佛门修道 但来世已无法向前世那么活泼生动 出家生性憨直木纳 清扫佛寺 念经修行 以免再造恶业 感谢祭福度化之恩 我们准备到朝天宫参拜圣母 尊命 恩师为什么想到要拜妈祖呢 妈祖救人神迹甚多 我们前往访问 谈谈本省拜拜情形 给众生参考 恩师实在设想周到 我已坐稳连台 请启程吧 已到北港朝天宫 正值深夜 相客已散了 我们进去参拜吧 朝天宫我来过两次 因神灵显赫 平常相客拥挤 庙里相活鼎盛 随恩师进到殿内 看见妈祖坐在正殿 千里眼 顺丰儿两位将军已走出来了 欢迎祭佛及台中圣德堂 阳善生驾到 请里面坐 感谢将军多礼 将军多礼 愧不敢当 千里之外 已看到二位行踪 今夜大驾光临 无限欢迎 千里之外 已闻二位风声 欢迎光临 二位将军真是神通广大 妈祖就是中国的 观世音菩萨 所以左右有千里眼 顺丰儿 这是观世音的显象 原来如此 弟子系台中圣德堂 圣彼阳生 今日随师祭佛来到贵宫 向妈祖参加 阳生勉礼 欢迎祭佛及阳生驾临 本宫 因师徒奉旨著作 触道轮回记 素文贵公 香客特多 为了改善民间 拜拜习俗 请妈祖开示金言 各地善男信女到 本宫参拜者甚多 这表示 本省信仰自由 民生富裕 故有闲情到 各地进乡 旅游 到寺庙 参乡拜拜 是一种 有益身心活动 但为了使 清静圣殿 保有卫生 又不浪费 静神拜佛 一介杀生 改用鲜花 水果 不但经济实惠 且能得到 神灵感应 自有善事 印发 妈祖是吃斋的 请勿杀生 拜拜 一文 圣和我心 最能代表 妈祖新生 献送一份 给阳生带回 勘载 在《触道轮回记》中 亦可作为替触道保命 深渊之陈情书 感谢妈祖 惠赐宝篇 使《触道轮回记》 生光不少 触道陈情书 妈祖是吃斋的 请勿杀生拜拜 圣母妈祖 本是宋朝福建 莆田梅州人士 俗姓林慧莫娘 自幼及持斋如素 拜佛修行 后来功果圆满 奉御赵而非生 成道后 受封为天上圣母 经常威灵显化救度沿海渔民 因此 慎受我国东南沿海 各省渔民的尊养与崇拜 由于圣母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显化奇迹 不胜美举 所以流传民间仅数百年 妙语即便于东南沿海各省 凡事补渝为生的沿海居民 莫不敬拜之 故被尊奉为海神 近年来 台湾在政府的德政下 经济成长迅速 人民生活富裕 虽然科学发展 物质文明远超乎一切 但是本省的同胞们 虽不业补于低势 农 工 商中崇拜圣母的人 也不可圣计 而且随着交通的进步 每年到各地的圣母庙 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 所组成的进香团 更是络绎不绝 尤其是在农历3月23日 圣诞前后的日子里 圣母庙前真是车水马龙 热闹异常 然而 同胞们虔诚的敬拜 妈祖时却犯了一项 特大的错误 而不知 是什么大错误呢 即是 圣母在世时 自幼及持斋如素 而今世上的善男信女 反而用血斑心浓的 鸡鸭鱼肉做生理来供奉她 圣母神明灵芝 非但不敢受那 唯恐反而还要为 那批庞大的牲畜 而哀怜掉泪呢 这个故事露俗积席 也是无人倡导以素生鲜果作为 威额的绝功伟德 而登庙堂 也仅以摘戒沐浴 清净身心 恭敬庄严 时接而登 或俯伏叩拜 或何时跪拜 或成敬鞠躬 满怀重圣的敬意 即可表露无疑了 何必杀生祭祀呢 若为了许愿祈求而入宝殿 则也只需成敬功倍清香素果 神作案前 贵以表白心意 圣母即可神灵明知 而因功报果 按得受服了 又何必杀生呢 若为了谢愿仇神 而进圣阁 则以所行善事 所修应得禀报祖前 岂不更为母心 岂不更胜于浪费金钱 买来圣母不用之纸钱 供上妈祖不食之鱼肉 若为了妈祖圣诞而来祝寿 则更不可杀生拜拜 传闻妈祖在世 是亲至孝 母难之日 必定诵经拜佛 以求父母严寿增福 而今世人却在其寿诞生辰 大肆杀戮 凡使众生成为丧命忌日 又攻上众生尸体于神岸面前 有的用来为父母祝寿 有的用来求神赐福 有的用来仇神谢恩 呜呼 虽以名无知 圣母敏絮而不加怪罪 然而慈悲的圣母 能不因此而心哀神伤吗 悲哉 天欲语而无言 神欲说而无声 有谁能知道 在这圣母圣诞的前夕 圣母眼观天下苍生 不知行善修身 只知奸巧夺取 不肯积德造福 反而求神问补 东往西奔 空度一生 受苦无涯 轮回不息 此刻圣母将会是如何的悲悯痛心呢 又看见自己生辰忌诞 众多生灵反而为之遭灾罹难 生民不解因果之报应 反而已畜生尸体现供神前 欲求福寿天利禄 思时 妈祖也将会是如何的哀伤落泪呢 故于福劝同胞们 要敬妈祖当体天心 好生之德 法圣行慈悲救世 要求神恩达誓愿 罪宜多行善事 以身行善 戒杀 道 银 而交善人 行善地 做善事 以心行善 戒贪 称 吃 而敬天地 敬神明 敬父母 敬贤良 以口行善 戒恶口 两舌 其语 妄言 而说善言讲道理 劝人行善修身 基因德 不米诗观 修桥注录 盖妙语 庄金身 翻经典 应善书 出钱不令 出力不愿 不求回报 不遇人知 终生行善 有感不足 要助圣寿 只用素果 寿桃 寿面 水果等 如果一定要用生离 可买豆鸡 豆鸭 豆鱼代替畜生 切莫杀生 如此虽不祈求天赐神佑 皇天亦必赐福之 圣母亦必又必之 如果您诚心 请用素果拜拜 如果您想请一位素食的人做客 而您却办了婚菜 您想对方敢让您请客吗 而您这样做还存敬意吗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知道圣母是吃素的 而却献供了血荤的食物 您想妈祖能受纳吗 而我们还算成敬吗 也许有人会说 妈祖的门下与神兵神将有吃荤的 但是我们在敬拜呼请的圣明 却是妈祖啊 而且既为神明 即燕血时 正直的神明更喜欢 善男信女持斋戒杀 以达天地好生之德 既然妈祖素食 他的徒弟与不属九辈圣德感化 亦必不喜欢血荤食物的 否则 岂能互卫于圣母左右 儿童享香火 所以 如果您真诚心的话 请用素果拜拜 必邀天眷 必得神佑 至无告 只因不该用生理 大约十二年前 曾经听说 住在福姓乡的一位皇姓人家 祖德流芳 家道中后 有婆媳两人 人皆如素拜佛 也许是因为家中 还多人吃婚的关系 当年妈祖圣诞 皇家小媳妇 就准备了一副婚的生礼 到鹿岗天后宫 去祝寿祈福 拜拜完毕 皇家媳妇就按习俗 举告请问圣母 对她的供品是否满意 可是却一连治了数次 都没有阴阳谣 既不是因为金纸太少 也不是因为忘了带酒 既不是鸡大小 也不是三生少了什么 问来问去 皆不是原因 正疑惑不解时 忽然灵机一动 再请问圣母说 那么会不会是信女与婆婆都吃素 而却用生礼来拜您 您不欢喜 如果是请赐云一摇 果然神告落地后 集成阴阳一摇 信女心中惊喜 当时急向圣母许愿说 以后圣母生日必用素果来拜拜 所以近两年来 皇家小媳妇逢妈祖圣诞 都不再用婚物去共拜 猪头五生积压于肉排满桌 神明只得到了一副素生礼 彰化有意增性人家 由祖父母到儿孙 阁家三代如素 堂上和热祥荣 善气冲天 有一天 神明千秋圣诞 一般善男信女都好像做比赛式的 准备了大鱼大肉大副的生礼 献上供桌 以筑千秋 大大小小挤满了个桌 慢道的曾太太 因家中持斋信佛 却供了来一副用斗鸡做成的小小素生礼 此时因为庙前的供桌已无位置可放 庙柱看到了就将那副素生礼 接着端上了顶桌公拜 刚到曾家做媳妇不久的曾太太 眼看别人的猪头五生 积压于肉挤满了个桌 唯独自己家一副小小的素生 却引人注目的被排上了顶桌 心中十分的难为情 可是 不久后 神明降机只是迅玉时 却附带说他当天在众弟子共拜的生礼中 只有得到了曾弟子的一副素生礼 使诸神明最高兴喜欢 由此可知 神明莫不劝人戒杀 莫不喜人以倾诉食品供奉之 这也许是天界清净 而生肉昏浊 所以居住清净天界的神明 喜欢倾诉食物而厌恶腥臭的鱼肉 这篇陈情书甚妙 众生月后定能有所感悟 拜神敬佛切勿杀生了 今日著书至此 阳生准备回堂 感谢妈祖指教 弟子辞驾了 命将军敲钟蕾鼓送驾 圣德堂已道 阳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切勿在吃动物 没有动物希望自己被别人吃掉 我们被杀时都知道要逃 何况动物呢 我们受伤很痛苦 何况动物呢 吃别人肉一口 未来的果报就是我们被吃 渊渊相报 何时了呢 我们是万物之灵 我们可以选择慈悲 愿大家天天吃素 吃一餐素 拯救动物一家子团聚 不再让动物骨肉分离 悲气相忘 让我们成为动物的活菩萨 功德无量 愿大家都能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因为吃素可以让我们灵性光明 离开人间后是清净清爽的灵体 请大家一定要看本频道 影片生灵的悲气 或到南天虚原堂网站看善书 祝印生灵的悲气之功德 同放生功德 感谢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 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到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这两间最遍内因的 令人是教育 flying 呃 好像 牙羊 ホ 沃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